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个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台2D视角解说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视频呢 是来自于苏妙的一号位 一号位所使用的这个英雄也是好些日子 没怎么有人用过的一个英雄了 蚂蚁啊 这个英雄可能确实是很久没有 大家没有人见到了 那么这场比赛的也是一场高分局 八千多分的一个平均分的一场比赛 那么几方呢是OG的这个苏妙以及Made1 Made1这场比赛打了一个三号位的兽王 那么苏妙呢则是认真的去练自己的一号位 因为毕竟到了OG以后 他的角色也是从这个征担变成了一个一号位的角色 征担呢这场比赛他们是一个蓝猫 捕捉猫的巫妖加上险影框灵 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给大家做的这期视频呢 是在这个录像bug仍然没有修复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至于这个所谓的录像bug是什么 大家看到肉山的这个位置就知道了 肉山的这个位置就是说地图现在实际上是有bug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人是可以直接从这穿过来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这个地形是改过的 而且这个神符的位置也不对 神符的位置现在在这张现在的观战的位置 它会刷在这 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录像文件 它还是在使用一个7.23的版本的地图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那应该是海伯和这个也习惯了 威慑他的这个录像bug反正也不在乎 反正多的是 我们的录像bug多的是 那么就先给大家这么做吧 就先大家先这么坐着 对吧 这个也不要想太多 咱们就先瞎看着 主要是这些日子我也知道 大家也没什么事 该顺带一提的是 由于武汉肺炎这次的情况比较严重 所以那也是导致 中国赛区在洛杉矶预选 洛杉矶 Major的预选赛的时间 那是往后延了十几天 那么近期 有可能会给大家直播的 应该也就是预计会给大家去直播国外赛区的选赛 可能会优先给大家去播欧洲区的 因为相比之下欧洲区目前应该是最强赛区 而且有OG 所以还是含金量比较高 而且大家很久都没有看OG的这个比赛了 近期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做 我本来想找一些单击游戏来给大家去做解说 但是一方面自己玩的时间比较有限 另外一方面我想是说是在网上下载一些这种比较好的 这里没得万果然又艺术了一个一写出来的 我想是在网上找一些别人做的这个地方 非常细致的利用自己的一个一级缩地 大家注意一级的缩地 它的伤害 这里给大家稍微提亮一句 一级的缩地是一百点伤害 就是说它可以在完全不需要这个电刀的情况下 完美的捕到塔刀 所以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把这个缩地提前开了 然后等了一下这个防御塔攻击了两下远程兵 那么攻击两下以后正好可以用缩地把这个兵撞死 所以它在原地稍微等了一下 这个捕刀的一个操作细节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稍微说一句的就是我现在给大家去播的这个录像呢 它是一个7.24版本的录像 它并不是7.23的比赛 这个是7.24的比赛 实际上这个比赛的时间应该是在1月23 2月不是2月23去了 这个2月3号左右的一场比赛 那么7.24是在1月底就已经更新了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一个观战的录像的一个bug 这个录像bug导致的 刚才说的一个什么事来着 我给忘了 忘了 忘了一干净 忘了一干净 算了 这个忘了干净 对说单机游戏的事 就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所擅长的这个单机游戏啊 都是年头比较久 因为可能是年纪的问题 对吧 就像我玩的比较好的游戏 像什么魔兽3啊 什么这个星际1啊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更老的游戏了 那么有很多的游戏可能现在做出来的话呢 大家一般也不看 看不懂 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说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蚂蚁呢 还是比较努力的在线上去补刀 甚至是用自己的肉体扛兵 因为对方在勾兵呢 勾兵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蚂蚁最好是不要让这个兵线过倒的进塔 因为过倒的进塔的话 会导致自己的下一波兵线上来的太早 这样他对方的计划就成功了 等于对方可以在一塔到二塔之间呢 来直接控到两波兵线 那么像现在的这个 苏妙他现在这个做法呢 就是选择把这个兵线 给他往前尽量拖一拖 拖一些时间出来 然后让这个兵线的位置呢 不要进塔 这样几方的兵线就可以等到这个过来以后呢 把这个兵线给控到一个相对来说 对于他自己来说发育比较舒服 而且可以让对方少吃一波兵线 这样的一个位置 作为三号位勾兵的这个做法 实际上算是一个就是迫不得已的一个做法 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对方如果说是有一个强势酱油在线上保的话 那么这个三号位不被对方击杀掉就已经不错了 根本就不要去奢望 奢望自己能够去混到这个兵线 那么与其你去吃这个反补的经验的话 可能还不如去漏一波兵线 但是能把另外一波兵线的这个经验给他吃全了 这个地方可以注意到蚂蚁的这个走位 也是尽可能的不想让这个兵线进到这个一塔下 不过从这块这个操作角度来讲的话 苏妙感觉跟这种就是传统的一号位 在这方面的控制方面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就是如果是一个更顶级的一号位 或者是说传统的这种一号位经验比较丰富的话 刚才这个地方的话 那个塔下的那个刀呢 要么就提前开缩地回去补 要么就直接放弃了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 剩下两个兵线 那么计划不去被打乱 那这场比赛呢 敌方的阵容是一个中单的火枪 一号位小狗 三号位小强 四五号位是大牛加巫妖 我们可以看到O1 可以看到前期 这个对方现在已经拿到了一个4比0的开局 蚂蚁再给上一个平A 但是对方小强非常nice的一个双叉 这里给上一个缩地再往前追 能不能在这里给上一个平A 打出一个连接 但是第二下的话跟不上了 蚂蚁这个英雄他的移速算是一个非常慢的英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在拥有非常不错的一个美节的情况下移速只有280 没有血 而且由于现在蚂蚁他的这个缩地这个技能呢是改为了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又是穿模了 其实这个穿模的原因还是因为录像bug 然后呢蚂蚁这个英雄 他在最近的这几个版本当中呢 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蚂蚁其实并不是说不好用 只不过就是说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去开发他 而且刮杀系的英雄活起来的一个 也是最近的一个比赛或者说最近的1.5个比赛左右才正式活起来的 那么像蚂蚁这种传统的刮杀英雄呢 他没有活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活起来的一个原因 主要也是搭上现在的这个版本吧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是他用来他去打对线的一种英雄 那么蚂蚁比较适合打什么样的英雄呢 就像这个熊战啊小狗啊这类英雄是蚂蚁比较喜欢的 因为他打这类英雄的话比较好打 但是他如果去打这个像猴子之类的英雄就很难受 这里苏妙也是想骗一个对方的皮出来 假装平A然后S掉 蚂蚁这个英雄在最近的版本当中其实是得到了一些的加强的 比如说他连击的这个附带伤害 而且他这个额外伤害蛮高的 那么这场比赛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苏妙的一个出装 他的出装选择的是双膝带一个大魔法 然后呢选择是直奔这个雷锤的一个出法 这个出法其实是 哎这个一把对方的小鸡给偷掉了 这个出法其实是 最近的小狗常用的一个出法 好像是莫奈戴起来这种打发暴武器的 好像是莫奈 这个直接上来就裸这个雷锤的这种出法 那蚂蚁这英雄也可以这样去戳 因为蚂蚁这英雄 他跟小狗有一点点类似的 就是在刷钱的能力上面一般 混线方面都不弱 像蚂蚁精英雄虽然说 他没有像小狗那样的一个续航 但是呢 他可以利用缩地来比较不错的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 再加上可以用联机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消耗 还有就是电刀 电刀的这个工作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比赛开局 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现在已经是6比0的一个开局领先优势 上路应该大部分人头是Madewan送的吧 果然Madewan还是粉 Madewan还是粉 Madewan这样比赛一上来是送了这个四个人头 七分钟送了四个人头 估计已经死到TPCD了 当然了这样比赛因为兽王一直在上路是在混线 而对方呢则是一个刚三的状态 这类火枪又是打死了一个屋妖 7比0的开局 下路蚂蚁目前的经济勉强能跟得上对方的双大蛾 但是对方现在终端无解肥火枪 上路无解肥的小狗 下路的小强稍微残点 他目前为止被这个蚂蚁消耗的还是比较残的 当然也搭上这个蚂蚁这个英雄前期去消耗 像小强这样的英雄的话比较好消耗 小强这个英雄 他是一个前期天然回血非常高的英雄 但是蚂蚁的 他没有那种一次性打出来很高爆发的技能 不用担心被对方的皮弹掉过多的伤害 他主要是靠平A 然后靠缩地 都属于是那种刮痧型的伤害 所以这种伤害对于小强来说是比较头疼 另外蚂蚁这个英雄他的成长 就是他的敏捷成长 现在是高达3.6 这个敏捷成长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属性 那这样比赛现在蚂蚁还是继续在下路去兑现 他比较喜欢就是苏玛这个 我给大家做他的视频做的很少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比较喜欢去开关这个菜单狼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他比较喜欢去开关这个玩意 这个东西经常去开关的话 有很多这个职业选手或者高分选手 他会习惯性地去开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手碎 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 我比较喜欢那个东西 希望开关 然后去保持自己的一个手感 但是实际情况呢 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就是说 我们在看起来的时候 会感觉很难受 然后还有一些观众说 这个就是由于看这个肉身的位置的改变 等等 说这个刀台的地图实际上是变大了 这里是TP上来以后呢 去想要去帮自己的队友打一波 对方的这个小狗还无一 但是没有找到机会 开局现在已经被对方打了一个10比0 这个开局还是比较惨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10个人头里边有一半啊 果然有一半都是这个兽王贡献的 然后蓝猫在中路也是被打蠢了 到目前为止是跟对方的大牛一样的经济 经济唯一一个能看的就是苏妙的这个蚂蚁 目前身上已经快要做出雷锤来了 然后有观众说这个地图变大了 实际上没有 大家就是看地图变没变大 如果你用这个就像这次出现的这个地图bug 你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一下这个 如果他的英雄在上下路移动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位移和错误的话 那才能够说明地图跟以前相比的还是变大了 他实际上只不过就是把肉山啊等等这些元素的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调整而已 然后这蚂蚁在上路呢接着去带线呢 对方这个阵容由于缺少有效的硬控 大家可以看到对方这个阵容没有稳定控 就没有稳定控 那么乌依的这个控制技能呢 一个是控制时间比较短 另外一个呢 他是条件比较苛刻 第三个是弹道比较慢 然后抬手时间还长 对方的大牛是一个延迟控 小强的这个控制也非常容易被对方依靠一个位移去躲掉 所以呢对方总是没有稳定控 这样的话也就给这个蚂蚁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发挥呢 奠定了一个基础 像蚂蚁这种英雄的话 大家当大家遇到对方在控制比较少的阵容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拿出来当大哥位去打的 而且这样比赛对方还有一个英雄是火枪 这个英雄呢 蚂蚁用来打的话也是很舒服 这里队友给上一个恐吓 把这个火枪吓跑 然后蚂蚁开始缩地上来 撞一下打一个连击 但是对方这个位置操作很细腻 蓝猫飞上来以后 这里蚂蚁一个人冲上去吃一波伤害 看看蓝猫能不能抽搁 nice 这里留住对方一个 然后大牛这个要CP 一切击事再把这个火枪往回 定住一下 小狗上来了 蓝猫空血 还想拼掉对方的这个火枪 没有成功 这样呢 巫妖感觉也是难逃一次 对方这个哥几个跑得比较快 下一个四雷伤口 有没有 四雷伤口有没有 这个火枪给上一个G 很远的记忆给了一个G 然后这个地方三个大汗直接冲上来 最后是Restation的小强 一个穿刺 直接带走 这场比赛的这个跟蚂蚁之兑线的小强 也是从一转三的 从一转三的这个Restation的一个小强 不过话说 瑞士鲁迅他转到三后位以后 效果很一般 拉米西斯转到三后位的话 虽然跟这个传统的强势三后位比的话 也一般 但是比这个Restation感觉还是要更好一点 这个地方又是地图的修改 导致这一个穿梦形 这里是钻了一下队友这个地方 钻了一下队友呢 是让自己的队友把自己接走 小狗这个英雄 现在钻队友逃生是非常不错的 有点像是 感觉上有点像王者荣耀里边的瑶 但是王者荣耀里的瑶是一个纯服务 现在蚂蚁呢 装备在出完了这个小力车以后也开始做假腿 以前的蚂蚁就是在他的缩地是固定移速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蚂蚁这个英雄经常是不出血的 但是现在他的这个缩地这个技能呢是改为了一个移动速度加成 也就是说跟你基础的移速是有关系的了 所以出一个假腿的话并不算浪费 而且多一个假腿的话也可以让蚂蚁这英雄的抬手变得更舒服一些 这个很关键 比赛打了十三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人头数十四比二 蚂蚁到现在位置还是在安心的发育 这个英雄在游戏的前期呢 尽可能的还是打一个比较传统的大哥位的节奏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去想着搞太多大新闻 踏踏实实的去把这个 你看这个前兽站的位置是正常的 就是他虽然整个地形是7.23的这个地形 但是前兽站是改了的 这个挺奇怪的 你看这个野怪 你野怪都是莫名其妙的位置站的 这场比赛之所以还是给大家做了 也是因为最近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没办法 那么大家先凑合看 希望威慑能够尽快的去改变一下 本来今天早上起来想玩会烟洋师 结果烟洋师新出的那个元宵节活动也是很诡异 就是说他的那个活动是说75个回合之内 把这个boss击杀掉 但是呢他的这个75个回合这个地方看一下蚂蚁是过来以后去支援一下登边战场 缩地先过来以后呢看到队友已经第一时间击杀到了对方的火枪 但是自己的蓝猫早就没了 蓝猫这里选择的是一个 买火赶回战场 那么这个地方蚂蚁 哎呦这个地方对方是已经给上了反引 开始缩地还被撞了好几下 那么这波最后是追死了对方的一个巫医 其实这波对于蚂蚁来说的话不转 因为他等于是放弃了上路大概两波兵线吧 大概两波兵线和消耗对方二塔的一个机会 来到这里只杀掉了一个巫医 这个其实是很亏的 不过帮自己对方打一个这波团战拆一个中路的一塔也还可以 这里躲掉对方的一个穿刺 然后再一个平黑A死 使用蚂蚁这个英雄跟使用隐刺呢稍微有点点类似 就是说一定要去找对方的脆皮 比如这个大牛 他们大牛点死 点死以后呢这个时候对方还没有死 再开锅地给上一个平黑A死 A死以后这游先往回撤 一定要注意随时调整部的站位 因为蚂蚁这个英雄他的力量成长超级超级差 只有2.0 作为一个圆免 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 作为一个圆免2.0的这个力量成长的话 勉强还可以接受 但是呢结合他的这个初始属性确实是有点惨 那当然这个英雄在出装方面呢 为了去增加他的输出 所有蚂蚁的输出装都没有属性 最适合蚂蚁的输出装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散尸 这个东西不加血 对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雷锤不加血 还有一个是 这个 暗灭也不加血 然后还有很古老的那种辉耀蚂蚁 那也不加血 所以对于叫蚂蚁这个英雄的话 他就很难受 在这个血量方面 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13级的一个蚂蚁 如果他不切成力量锤的话 就只有一千一百多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非常容易被对方击杀掉 这个时候呢打出来了一个精华指环 这个东西对于蚂蚁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道具 所以他也是把身上的这个天界换一下 拿着这个精华指环 因为这个玩意儿现在是可以直接去加血量 这个改变血量 注意这个新版本的精华指环 它也是跟之前变了 它不再是一个治疗效果 当然不再是治疗效果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看怎么说 那么不是治疗效果的话 就不会享受加成 但是呢 也不会受到对方的这种减疗的影响 这个是这个道具的一个跟以前的一个变化 这个地方呢 又是地图改变 穿模型了 翻过去以后 接着去打打野 火枪是拿到了一个魔通爪 蚂蚁的经济是8600多 接着说 蚂蚁这个英雄最好的节奏 就是像以前传统的那种大哥位 前期尽可能的不去多支援 他就是把这条线占住了 占住了这条线以后 能推塔就推塔 推不了塔的话呢 就是尽可能的多钻野 对于蚂蚁的英雄来说 前期利用自己的联机加缩地的配合呢 打野也不是什么难事 再加上移动速度比较快 所以在野区发育的速度并不会太慢 另外就是 不要过多的去支援 但并不代表不用TP去支援 由于他的缩地有非常好的一个追杀能力 所以对方如果去冲边路塔的话 注意是边路塔 如果对方冲边路塔 去强杀你的队友的话 那么利用自己的一个机动性 去进行一个收割 还是蚂蚁的英雄非常擅长的 那么这样比赛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蚂蚁是完全没有断过自己的节奏 到目前为止三杀以此零助攻 整体的人头数现在还是落后 对方十个 但是团队经济已经是反超上来一些了 这个团队经济的反超 实际上跟对方三后位有很大的关系 Resolution的这个三后位 较强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太差 而且他们的阵容在对于小强这英雄的配合上面 事实上是很一般的 对方这个阵容搭得并不好 讲道理的时候 你在三后位放的是一个小强的情况下 中单放的是一个火枪 也就是说中单是一个进攻性很弱的一个 我们这里蚂蚁接着去打远古 有雷锤有高等级的蝗虫以后 虫裙以后也是可以把这个远古 比较快速的打掉 而且无伤 关小雷锤以后 蚂蚁身上也是补了甲腿 赶紧做BKB 因为这样比赛对方本来控制就不是很多 那在有一个BKB的掩护的情况下 基本上这个蚂蚁可以达成一个正面战场 没有人能够去击杀他的一个环境 另外就是对方最主要的输出点 小狗这个英雄抓不着他 那么火枪那个英雄的话 蚂蚁有比较好切 所以这场比赛蚂蚁的英雄拿出来的效果 应该说从阵容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 就是队友这场比赛 这个Made 1还是有点坑 这场比赛这个蓝猫说实话也一般 至少前期这个对线打得很一般 中期的几次买活支援团战的切入留人还可以 说明基本的操作意识没有问题 就是前期的对线打得太崩了 刚才好像看到一个对方的英雄 那是对方的这个小狗 小狗这个英雄跟这个现在这个版本之所以说 拿这个蚂蚁打小狗比较好打也是 因为蚂蚁他属于是对这种点目标的输出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你看他打这个小狗这几下还是挺疼的 当然了这个跟身上有双倍 关键这里直接开BKB然后把这个小小剑死 但是对方小强摇出来了自己的运行拳 这里在找对方的乌依 下一个缩地的CD还差一点 开缩地往前追 那么自己游戏身上还有一个大招 所以不是很慌 这里给完对方一个技能以后发现被对方给了一个天堂 果断的一个大招开出来 然后直接往回撤 给上了天堂并且是撒了一把粉 再往前走一旦被对方留住的话有可能要被秒 所以没有帮忙冒险 这里一个地方拿缩地撞一下 点几下因为这个游戏身上还有一个双倍神符 这里又是被对方给上了一个脚线 还是挺讨厌的 这个小狗天然的天堂 这里开一个缩地 对方这个游戏因为第一把粉已经洒过了 中路也没有针眼 这段猫飞过来 拉住给上一套爆发 漂亮 这拨苗是杀如麻了 现在人头数9比18 输出方面打了1600多 9比18的人头比落后了对方9个人头 但是团队经济现在反超了2000 蚂蚁呢继续保持自己刷钱的一个节奏 其实从这场比赛 苏妙的对于蚂蚁这个英雄的史上来说的话 他的一号位至少在这个发育方面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本身他之前在打中单的时候 苏妙的巅峰期维持的还是挺长的 而且他的这个颠峰期基本上覆盖了这个中单位置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节奏 包括从节奏当年的节奏型中单 变成后来的这种三幅战线发育型中单 再变成就是全队的经济都倾向于中路英雄 而不是倾向于一号位的这种团队 他都经历了 这些人也是在这个模型之间 模型之间穿来穿去 这个地方TP下来居然先找对方的软式子捏 使用蚂蚁这个英雄切记不要去跟对方的这种肉盾去硬钢 先把对方的软式子捏了 这个地方对方的大牛踩一脚 蚂蚁这里先开缩地方会溜 你的身上还留了一个BKB不用慌 这个BKB不用着急开 因为对方的控制 这场比赛他的BKB一般不着急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对方没有那种 瞬间上来可以把他控到死的控制 是没有的 所以他的这个BKB可以不用着急 什么时候看对方上来的差不多了 或者说我打算去强秒对方某一个点的时候 我早就开 而不用着急第一时间开 22分钟 这个玉米蜘蛛 玉米蜘蛛对了 我好像这场比赛老本来说是玉米蜘蛛 蚂蚁现在身上拿到了12700的经济 大雷锤加BKB加腿双膝带一个大魔瓣 然后身上还有一个金花指环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25分钟 也就意味着还没有这个三阶装备 三阶装备 所以 这里就能看得出来蚂蚁这个模型还是 对方的这几个巨膜都已经是脑袋都穿出来地形了 蚂蚁还是在地下 这里看一下蚂蚁过来以后对方穿刺空了 穿刺空了 这个要点一下 看看这里要KBKB了 KBKB直接把对方点死吗 对手撒一把粉 漂亮 还是先找软柿子捏 开个BKB先点死小墙 然后回来看一下看到对方的小狗 然后旁边还有鸡鸡 这里先撞一下对方的这个火枪 然后转身 你先看他看见这个小狗根本就不打他 我先把你后排都弄死 这个地方是队友给到了一套控制技能 那我就过来点你几下 反正点得死点不死再说 把这个小猪点死以后上来 又发现了一个软柿子 大牛这块非常nice的一条踩 撒一把粉 看看队友过来以后 这里就开启了自己一个作祟 转身 给上一个技能 又是被对方给上了脚蟹加悬晕 开一个大招把自己的血量拉回来 这里再躲一下对方大牛的技能 然后又被对方撒了一把粉 这根小狗开始挠 开桌地赶紧跑 对方这根再撒一把粉 这把粉撒的稍微有点慢 那么把这个双倍控了 党个家是自己身上粉的时间 看还有没有机会回去收 那么看似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就过来打一下野 接着去发育 不要浪费时间 很多的这个普通路人玩家 在这个时候就喜欢回家去补给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你他得是去刷钱 收益会更高一些 这个是保证自己的 发育节奏不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就是对于打钱 补刀这些东西方面 包括路线的安排 很多的这种玩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抓不到一些细节 就是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家 什么时候可以不回家 这个方面的细节做的还不是太好 所以经常会出现打钱速度不快 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是 在浪费时间 得开个缩地上来 找到对方的一个无依 这个时候无依 这个地方知道对方这有真眼了 应该是 因为蚂蚁在开着自己的技能过来的时候 对方就已经提前开进了技能 看这里来得及开BKB吗 没开出来被秒了 漂亮 对方这里又是一个隐形锤 直接砸下来以后 把这个苏妙给秒掉了 变得杀戮被终结 然后没得万呢 没得万就死了 就死了就死了 蓝猫这波也是在另外一侧 努力的在收 漂亮 这波是配合自己的队友 找到对方无依的一个走位失误 把无依收掉以后呢 妖蛾子也是在跑 蓝猫直接飞走了 那么这波结果的话 就还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 虽然是让对方的无依打了一波一换三 但至少 这个蓝猫没死 蓝猫这波终于是没死 蓝猫打出来了一个望远镜 到目前为止这辆比赛 我们可以感觉到 就是在这个天辉坊这一侧的压力还是很大 对方双大哥的经济仍然是很好 领先这个蓝猫有三千多块钱 而蚂蚁对对方大哥为的经济优势只有一千块钱 在26分钟 这个一千块钱的优势就基本能同于没有 蚂蚁这个英雄最怕的其实就是像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在视野之外 对方突然间一个技能打到脸上 控制到死 太脆 这个英雄真的是太脆 下一件装备 他准备是直接出撒弹 这个也是考虑到这两比赛 对方阵容的一个问题 不出撒弹的话 虽然他可以利用自己的BKB 还有缩地躲掉对方大部分的控制 但是呢 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站得住 就是能不能扛得住对方的输出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方小狗的输出会越来越高 火枪的输出成长得也会很快 这里睁家眼都是插到了树上 睁家都插到树上 蓝猫飞过来第一下 这个拉的距离好远 应该是身上有一个望远镜 这里过来打一套 蓝猫再飞 对方小狗这里开启狂暴 然后呢 想要吸血吸过来 没有成功 蚂蚁这里开着BKB 再过来找一下 对方的这个大牛 但是后边应该是有一个火枪 看到了一个流线弹 开始缩地 再往前追 对方这个地方是被一个主流乱炸掉 那么看一下 应该是有皮的 这个地方蚂蚁很冷静 没有去堵住对方 皮输出 这里赶紧开大 要撤了 开一个大漂亮 掩死对方的小强 直接一个大手撤回来 自己并没有承受 对方额外的伤害 这波蚂蚁活下来了 蚂蚁活下来了的话 这波团战就算是可以接手 当然火枪这个 也是完成了一个收割 可以看到火枪这波打完了以后 经济基本跟蚂蚁已经追平了 整个团战打了一波二魂三 还是比较赚 蚂蚁以后是打了3800的输出 全队只打了6000 鱼人打了3800多 游戏进行到28分钟 能马上刷下一个神符 看看下一个神符刷的是啥 一个恢复 恢复就啥 但是一个双倍 双倍或者傲束 对于蚂蚁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地方呢 也是利用缩地 利用缩地快速的 把这个野怪给清掉 不要让怪缠住自己 打出来一个虫腿 这个东西 兽王拿还不错 兽王和这个火轮果拿都不错 看一下谁拿的虫腿 目前还没有人戴虫腿 装备方面 现在乌妖戴着望远镜 蓝猫戴的是一个灵眼长弓 蚂蚁在打出来骑士剑以后呢 就把身上的这个金花指环 换成了骑士剑 这样的话让自己增加一点续航 还有正面硬钢的一个能力 兽王呢 终于也是做出来了祭品 这样比赛兽王的经济 估计到现在为止是有 一万 我来打入山 火枪又是击杀到了 没得忘 不能提 不能提 一提就死了 一杀十死 七处攻 哎呀 说实话我不是很理解这个 OG把MOD1搜过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最近一两年的表现 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就是说如果是作为一个就是节目效果的话还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非常nice那套技能衔接 但是总伤害不够 开启BKB 然后呢直接把这个对方给打回来 开了一个大招把血回满 然后开始BKB硬钢 还是先找小强 先找小强把小强点死 那么看对方的小狗以后也没什么欲望 我不想杀 不想杀 这波团战最终结果是122 杀掉了对方的大牛加小强 一个34号位 或者35号位 然后呢几方交掉的是中单的蓝猫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辅助业的乌鸟 猪猪方面又是打了一半多 蚂蚁这里 就看到对方的小狗给人个黄虫 然后点几下 这个时候小狗还是比较理智的 他直接选择去开启了自己的一个狂暴 然后TP了 他没有继续去跟这个蚂蚁银刚的一个原因 就是蚂蚁这个英雄之所以在面对小狗的时候 他比较好发挥的一个原因 你够不着我 你开着狂暴的时候我就开缩地跑 什么时候你狂暴结束了 什么时候回来挠你就完了 而且蝗虫这个东西 他并不会被磨免驱散掉 这个玩意儿会接着在你身上一直咬你 什么时候打死 他全部才会消失 或者到时间了 同学这个玩意儿 他持续时间也是很长的 蚂蚁在中国这里把这个兵线清一下 因为有打雷锤的缘故 如果再加上缩地基本上不会漏兵 到现在为止从补刀树上来看的话 蚂蚁是补了289刀 但是对方的火枪有276刀 火枪的发育速度还是做的相当不错 但是这个时候蚂蚁身上已经有了骑士剑 加上一个撒弹 开始缩地先来找火枪 先找软柿子 不要管别的 对方如果有人给控制 那我就先把这里发现更软的 这里收到一个大的S 这波直接到后排过来切对方的火枪 还是切得很准的 这个也是系阵容上的一个优势 对方的小强直接回头穿色给技能 但是蓝猫已经飞过来了 这波是完成了一波三杀 这个蓝猫 蓝猫一波血转 但是输出最高的还是蚂蚁 这款时候身上没有像龟奥这样蹭伤害的装备 但是伤害打的还是很足 这场比赛其实对方的阵容吃亏 也是吃在这个火枪身上了 虽然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苏妙的这个蚂蚁到目前为止表现 可以说是相当的完美 这场比赛呢 没有特别多的问题出现 打小狗这个英雄 除了像猴子这种英雄以外呢 拿蚂蚁实际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猴子这个英雄的优势是在于 小狗不是很好去轻这个幻象 那么可以把这个小狗蓝打空 一旦把小狗蓝打光的话 那么小狗的英雄就没有办法去开狂暴了 但是你用蚂蚁的英雄也有同样的能力 蚂蚁的英雄你也可以选择去出这个伞尸 但是这场比赛的对手太崩了 所以他选择先去做一个雷锤 确保自己的一个发育节奏 当然并不是说伞尸这个道具不能做 还是可以做 还有像紫苑像暗灭像雪橘这类道具 包括像大炮这些装备都是可以出的 蚂蚁的英雄的单体输出 实际上在25级以后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这里他选择在25级加的是一个缩地的移动速度 这个对方独装小狗还是硬了 小狗还是硬了 这把针线打掉 然后再接着往前追 锁住王冠可以上 小强又是一个穿刺 接上一个隐形锤 再加上一个大晕锤打上 但是小狗这个刮沙的输出确实有点弹疼 这里被对方打牛贴身 还是赶紧开着BKB先过来找你这个火枪 敌人我先不管 我身上有撒弹 有这个骑士剑 再往前追 就找你火枪 其他的软势子 我现在已经没有捏了 交给了猫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把你的火枪给你点死就OK 这个地方再往前追 但是对方的巫医选择是往左侧走了 看见你以后 开一个搜地过来 几个平A 队友这里一个精进迷宫缠住 我把你的TP打断 转身过来几个平A直接A死 打完这波以后 宋苑完成了一波三杀 并且把对方的双路冰线 可以高低可以拆掉 一波团圈打了8200的输出 蚂蚁这个英雄 他跟蓝猫 其实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 就是对于对方后排的一个切入能力 以及对于这个 对方在控制比较少的情况下 正面这个作战非常非常出色 这波直接打掉对方 然后开一个大招过来 接着就拆对方家的这个美亚卡 然后再准备拆地地就飞了 像这场比赛呢 整场比赛 苏妙的表现可以说是 不温不火 但是呢 非常的稳健 在拆完了对方的这个 上路的高级塔以后 也是直接选择过来 去拆对方的美亚卡 然后准备去拆基地了 开一个缩地回来 然后再把自己的血量 这时候他算了一下 应该算是一个肉山盾的消失时间 差不多到了 所以选择开一个缩地回来 等这个肉山盾消 肉山盾消了以后 把自己的状态回满 直接过来拆基地 对方先躲一下对方的一个皮 皮这个东西 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你第一线把这个皮打到皮身上的时候呢 你是开着BKB的 比如说你有摸冕 那么第一线只要是摸冕 打到对方身上了 那么他这一次开的皮对你就无效了 即便就是说你该打完第一线以后 马上这个BKB就结束了 那么你打的第二线都不会再触发这个皮的反弹 对方小主封出来以后也直接被秒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马上结束了 所以看到这场比赛 蚂蚁的输出从头到尾 每一次只要有他参与的困战 正面输出永远都是他是第一 而且正式的困战 他在正面团是没有死过的 不非是两次 一个是操作失误 另外一次是被对方给阴了 被这个小小姐给蹲了 而且苏妙在这个天梯的排名上 也是真的厉害 核心和辅助全是第一名 这个大家确实是有点凶 对方的这个乌依也挺厉害的 核心是第四名 辅助第三名 还是相当凶 那么这样比赛从输出来看的话 苏妙打了2万2的境界 但是输出方面打了4万1 而对方的输出最高的 只有这个2万6的火枪 小狗呢 因为这个英雄是 祖传刮杀 对吧 这个英雄如果是没有打到自己25级 在前排能够刚得住的情况下 也是祖传刮杀英雄 对他的输出量比赛 一共只打了1万4 从这个个人经济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苏妙的经济 基本上是全程都是在全场第一的一个位置 那么只有中间有一小段时间 对方的火枪 也就是30分钟左右的时候 那段时间火枪的经济 是接近了这个蚂蚁 但是团战的时候 几次团战的时候 火枪被这个蚂蚁 以及被蓝猫直接强行去冲脸 那也是让这个火枪的经济一蹶不振 这场比赛实际上除了 苏妙的这个蚂蚁 在这场比赛当中 非常克制对方的阵容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 对方的这个火枪 火枪这个英雄真的 是一个很难去用来上分的英雄 或者说如果对方的阵容里面 一旦冲脸能力比较强的话 火枪这英雄的生存空间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差 那么这样比赛 献给大家 也是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有所帮助 因为毕竟 蚂蚁这英雄 在近期 大家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应该不会有人跟你抢 而且小狗这英雄 现在可能火 蚂蚁用来打小狗的效果 还是相当的不错 再加上对方的后排 如果有一些比较脆的英雄的话 你用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好去处理的 好了 我是桑花大叔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稍事休息 不是稍事休息 咱们下期节目见 下期节目见 下期节目